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是 与挥霍的上帝同情系列讲到的最后一讲 就是总结篇 我们今天来到的是第六节 那么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过去主讲所谈的内容 这个系列的讲到 内容的确是比较强 我在预备的时候 我都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的内容 有上帝给我看到很多的信息 一层一层的剧情 有的时候可能会讲的比较长 但是我希望借这样的一个往徽的机会 能够把上帝的话语完整的跟大家分享出来 那么我们现在回顾一下 我们第一次讲到 其实就是通过耶稣关于浪子回头的比喻 或者严格的讲就是浪子和他哥哥 两个儿子的比喻 让我们看到了一幅图景 就是人被逆上帝之后 从一种原本美好的状态 进入到混合之中 但是当人愿意悔改的时候 上帝的恩典就在那里等待 要恢复我们 要恢复我们作为上帝儿女的身份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故事当中 那个被逆的可以是像灰迫 就是灰迫 就灰迫 父亲财富的浪子 就是这种被逆是显而易见的 那就是他实在灰迫 还有一种被逆呢 是看不见隐藏的 就是看上去很听父母的话 很听这个父亲的话 但是心里面其实跟这个父亲已经有了极大的距离和格纳 就像那个大儿子一样 就是故意察觉 那么我一直认为 这个比喻呢 是把圣经的最关键的信息 全部表达了出来 我自己的感受是 如果我只能和别人 讲一个圣经故事 只有一次机会分享福音的话 我就讲这个故事 那么 这个故事 它把整本圣经的主旋律 很清晰地表达了出来 大家如果可以把这个记住的话 以后我们就知道 整本圣经无论你怎么去看 它都离不开这个主旋律 大家学音乐都知道 有主旋律然后有不同的辩奏 但是都是跟着这个旋律在此 那么这个一波三折的经历呢 是整个人类要经历 人类还没有结束 所以人类还在走这条路上 那么也是上帝的选民 以色列要走的 上帝的以色列民 也没有达到他最终的终点 所以还在路上 那么还有就是 包括我们所有的在座的每一位 也是要走这条路 我们也会在路上 那么这条主旋律 或者说这条一波三折的道路 就是说 首先上帝有一个创造和丰盛 然后因为背力 因为我们的原罪 因为我们的十度亚当 那么人包括我们自己 就进入到背力和困苦当中 然后上帝付出巨大的代价 来实现一个我们身份的恢复 和一个新天地的创造 那么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这个身份恢复的过程 正在进行 我们在座 上帝是为我们付出 耶稣基督他儿子 道纯肉身时代 十字架成功的代价 那么我们这个系列讲的是 敬拜与奉献的本纪 无论旧约还是新约时代 我们讲这个旧约叫献祭 我们现在比较用的是崇拜 现在就是在崇拜 那么它的目的和意义 和这三段 是完全呼应 新约约时代的献祭 敬拜它的根本目的 是殊途同归的 但是的确在形式上 它有很大的区别 尤其是在赎罪祭的祭品 和它的功效这件事情上 是有本质的不同 所以这个就是我第二讲的时候 第二次讲的时候的重点 比如说新约约时代 都是通过献祭 敬拜来承认 上帝是主 承认上帝的主权 承认上帝是创造天地 掌管伴有 对人拥有绝对的主权 这是我们敬拜核心的核心 最根本的那件事情 那么我在过去的讲道当中 花了很多的时间 花了好多的例子 邀请大家思考 这个主权的重要性 对吧 那么这个主权的问题 其实大家在 不管是在你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我跟大家有举过 以前我们在上海生活的时候 为了一个小的水龙头都可以 打起来 吵起来 对吧 那农村里面为了一个水井 为了一个田梗都可以打起来 然后大到 这个小到家庭 为了一句话 为了一个面子 问题可以吵起来 主权问题 那也有为了到国家层面 为了领土 为了自己的尊严 那为了这个治权 他可以打仗 所以主权问题 向来是在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命当中 在人类历史当中 是极其关键的一个问题 如果主权问题 不能谈清楚的话 那后面很多的问题 就是一堆的 一堆的 困境 或者是陷阱 你必须全面 所以 我们来敬拜上帝 不断地在逃造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确认 这个主权问题 我们是不是 真心诚意地 从内心 完全心悦成 地认为上帝是主 还是说 我们口读上 可以说 心里面会挣扎一下 还是说 我口读上说 我心里是不承认 还是说 我压根就不承认 这是不一样 所以 我们必须要 来思考这个问题 主权的问题 那么 如果 我们不确认上帝 对于这个宇宙世界 人的主权问题 那么我刚才 我就谈了 这一系列讲的 后面敬拜的 其他的目的和意义 就无从抬起 那是个一 后面都是个零 你一必须要有 那么 我们来看一看 就是 这个敬拜 怎么和这三件事情 是对应的呢 我们来看 献祭的意义 它如何进行对应 第一个对应呢 我刚才就讲到了 因为上帝是创造 祂赐对于我们 很多 祂是创造主 所以我们就要承认 上帝是主 这是个主权问题 第二 因为人悖悯 所以他痛苦 那我们要做的一个事情 就是寻求 人被逆了 那就要寻求向上帝悔改 对不对 如果你不承认上帝是主的话 那你为什么要向上帝去悔改 没有必要 对不对 所以这是关键的关键 然后你要寻求赦罪 因为上帝是创造主 所以他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所谓解灵还需信任 那么在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 那当然这里多说 很多的宗教或者人们的思想 是不强调向上帝去寻求 赦罪的力量 都是用自己的力量 去就是客气复利也好 或者说是做功德也好 或者说自己努力过一个完美的人生也好 都是靠自己 而不是靠上帝的救赎 这是基督信仰和其他很多的人类的思想哲学 和信仰的重大的差别存在 我们寻求的是一个主的力量来射免 然后这也和阴性称义高度相关 然后我们最终的达到的是一个和解 是恢复一个和上帝之间的关系 现在很多的人文主义的思想 他是希望你能够达到某种境界 达到某种很高的境界 但是有很多时候人是达不到一个很高的境界 但是你确实可以恢复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寻求与上帝之间的和解 然后只有上次我讲 只有你人跟上帝和解 你才可能和自己和解 然后你才可能和别人去和解 有一次我也是受邀出去讲到 我也是讲到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问下面的后终 我说你们有多少人觉得自己跟上帝和解 人很少 很少的人举手说跟上帝和解 然后我问有跟自己和解吗 那很少的一部分人当中手又放下了一批 然后我说与别人和解的呢 几乎没人举手了 其实不容易的 就是说我们在我们这一场信心的旅程 这个信仰的旅程当中 能够做到与上帝和解 和自己和解 和别人和解是非常困难 所以崇拜是帮助我们 去与上帝恢复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么最后一个就讲到 就是说 那上帝付出代价 那为什么我们可以悔然 有这个赦罪 有这个和解 因为上帝是以牺牲为代价 来恢复人与人的关系 那么在旧约时代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这个牺牲是血迹 就是要把最好的牛羊 或者动物 最粗熟的这些水果呀 就是那个米呀面呀 他们来作为一个献祭的祭物 对吧 但是到了 但是这些祭品永远是不能满足上帝的要求 那最终上帝派他自己的儿子道成肉身 来作为我们的一个祭物 那么大家都知道 这就是一个根本的一个差别 在旧约时代 在旧约时代 你要不停地献祭 不停地献祭 每周要献祭 然后可能是你一直要献祭自己 但是 没有用 没有用 那最终到了新约时代 上帝他是一次性的 把自己的儿子道成肉身 实在实在上为我们献祭完成 所以在赎罪祭这个层面上 在这件事情上 在救赎我们 在赦罪这件事情上 新约和旧约的献祭是有本事情的学员 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在其他的 我刚才讲的 面向上帝的 承认上帝的主权 向他感恩 表达 悔改 然后 力行奉献 这些没有变化 这些没有变化 大家都知道 我上次前几次讲到里面提到过 就是说 在救赎时代有五种祭 三种祭它属于感恩祭 就是完全就是为了感恩上帝 所以他这三种祭 就叫感恩祭 大类为这个 还有两种 一个是赎 一个是赎 总称叫赎罪祭 它就是为了别人的原罪 或者是具体的过犯 他去向上帝去认错 所以你说赎罪的话 原罪的这件事情 是在耶稣基督 已经替我们的受难 已经献祭了 那有过犯这个事情 我们还是需要 不断的忏悔 也需要不断的忏悔 所以为什么我们刚才 有认罪的呢 就不断的忏悔 因为这和上帝 对我们的救赎不矛盾 我们的确是 不断的在犯何错 我们需要不断的去唱 但是就像我上次讲到的 提摩太凯勒路士讲的那句话 他说 我们的罪 远远比我们想象的有多得多 但是上帝的恩典 也永远比我们认为的了恨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信息 今天讲很多东西 都比较抽象 希望大家希望慢慢消化 那么在旧约的时代当中呢 这个 还有在新约的这个崇拜当中呢 都有一点 就是他呼召我们 用奉献的方式 食物 金钱的方式呢 去实现一个互助 祝福和一个供给的所需 那么在 这个旧约和新约的话呢 奉献上帝所恩赐的物品 金钱中的一部分呢 他们是用于做什么呢 供养圣殿或者是教会 祭司或者是牧师 那么这些奉献也是 旧约时代以色列 新约时代基督徒实现 社群中人与人的互相帮助 彼此祝福 旧纪穷苦的重要的物质基础 是爱新的时空接力 我上次有提到举了一个例子 就像那个Edward兄 他以前是香港的一个接同 没有书可以读 但是教会收留了他 给他读书的机会 然后他以后 能够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企业家 然后他又把他企业所 赚到的利润 去祝福到很多失学的儿童身上 也就是说当年他失学 有一个教会帮助了他 然后他有了财富之后 他去帮助那些 跟他一样身份的失学 其实从这件事情上来讲 其实呢 就是说是一个身份的恢复 本质上是一个身份的恢复 他是一个失学的儿童 他应该要有一个正常的 儿童应该有的一个身份 他应该是可以去读书 比如说这样一个身份 但是 他是失学了 他没有这个身份 但是教会帮助他来 恢复这个身份 你可以正常的学习 于是当他成长 他有资金的 有物质的 他就让自己的财富 去让一些 那些也失落了身份的孩子 能够恢复他的身份 所以 这个就是一场 时空的爱心阶段 埃德罗弟兄也没说 他回补那种教会多少多少 他就是把这个爱心阶段 献给整个社群 所以这是一个爱的人的接力 我上次也讲了 我举了很多例子 大家都肯定知道了 比如说小米牌 奉献了57美分 然后激进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让一个教堂 从一个小的破热的教堂 然后不够容纳人的教堂 变成了一个很大的教堂 以及一个很大的医院 还有一个大学 就整个社区 整个城市都被祝福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 我们讲 作为一个好管家的一个体现 也是作为爱的时空 接力人的体现 那还是要讲 虽然就是说 我们平时讲 奉献我们的财干 金钱 是我们日常教会生活当中 就最频繁接触到的一些事情 但是 我还是要强调反复的强调 弟兄姐妹妹 就是敬拜的最核心的内涵 不是这样 这些都是表象 最核心的内涵 是我们是不是借着这些事情来 淘造我们认为上帝是主 只有我们认为真正是上帝是主 我们才可以 就是把我们自己的财干和金钱 奉献并且把它管理好 做好 就像上帝 在耶稣举的那个 无人的比喻当中 你在小事上中心 上帝就会在大事上祝福和使用我 这是光乎现实的态度 在小事上中心 大事上才会祝福我 其实大家想象 你日常生活当中 你的父母对你 和你对孩子的态度是不是这样 你总是先测试一下他 他是不是在小的事情上 他做得比较好 然后你可以让他放手 再去做一个难度更大的 更具有挑战性的 更需要自律的事情 对不对 如果你发现这些事情都没办法 你其实根本不会跟他说 我还要给你更好的事情 更大的挑战 你不会跟他说 是不是 所以上帝跟我们是 这个情况是一样的 他也在看我们的幸福 你到底有没有呈现出那颗幸福 如果你呈现出来 他就会一点一点的 加之一点的 这是一个信心的旅途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个方案 我们来看现迹的目的 那么可以看到 这个 这是一层一层的 一层一层的 一层一层 那最上面的也就是最重要 最上面的也就是最重要 这些都是基层的往下走 那你因为承认上帝是主 你才会有感恩啊 你才会愿意悔改 你才会得到社会 你才可以和解 你才会愿意去奉献财富 金钱 财干 去祝福 互助和 供给别人的所需 尤其是帮助那些 跟你完全没关系的人 你完全没有必要 或者说没有责任 没有义务去帮助 那这就是 一脉相承 如果我们不能 找到这个根子的话呢 我就像大家平时经常 捡了买来家里的 那个花瓶里的花一样 你买这个花瓶 你再漂亮 过几天它就卸了 就是这样 或者说你有养花水 你在里面养一阵子 你也只是养一阵子 但是只有你真正是扎根土里面的时候 哪怕这花卸了明年 它还会再来 所以我们必须要老老扎根在 这个承认上帝是主的事情上 其他的一切事情才会顺其自然的发生 旧约时代 它的敬拜的根本的一个关键词 就是他 是用外在的一种力量来约束 新约时代 关键词是自我 自我的一种内在的驱动 就像我们经常以前 小时候老师教我们读书的时候说 我现在是对你说 你要怎么怎么怎么样 然后慢慢的 真正读书优秀的人 或者说非常优秀的 他会说 我想要怎么怎么样 不是说你逼着我 而是我自己 就是想要这样 一种自我驱动 你看卡路是什么 就是借助就是这种 带着惩罚祝福条件的 外在的律法来 淘灶上帝选民的心 并兼顾他们的 属灵的身份 那自律是什么 自律就是借助 效仿耶稣基督的榜样 来驱动逃到上帝儿女的心 恢复所有悔改的属灵身份 大家看 我在这里 在这个两个地方你看 其实后面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前面 前面的这个方法是不一样 那为什么说 这是上帝选民的心呢 因为上帝当时 律法只是颁给以色列人 这是他的选民 但是你要知道 他的选民的心离他很远 所以上帝希望他们能够恢复 他们原来被拣选的那个身份 那对我们是外邦人 我们以前并不能是上帝 我们也不是上帝的选民色列人 那对我们来说呢 我们能够做的是去效仿 耶稣基督还有很多 这种圣徒的榜样 那么来驱动我们 逃到我们 有一个上帝儿女的心 然后我们要 恢复所有的 我们是悔改者吗 我们要恢复我们的一个属灵身份 因为我们失落了我们的身份 我们需要把它 找回来 我们需要把它找回来 所以这个就是 我讲这个新旧约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本质性的 也不是本 就是新旧约的一个很大的区别 那么我在第三到第五次的讲道当中呢 花了很多的时间 我们结合很多美好的见证 还有很多令人不安的教训 就是谈了这个献祭的这个态度的一些 我们很简单的把这些案例再分析一下 其实圣经有很多案例 大家不是喜欢爬童去哈佛 哈佛最喜欢做的就是上学里面 就是案例教学 其实我们也是要用通过案例教学 去明白上帝到底要我们做什么 那我们来看 亚当跟夏娃的儿子就是盖颖 他的大儿子 第一个儿子盖颖 因为嫉妒弟弟亚伯他现今得到耶和华上帝的喜悦 就把他弟弟杀了 因为嫉妒那个弟弟杀了 那么新约时代 亚南尼亚夫妇 他们有这个奉献的心 他们想要给奉献的教会 但是他们把天才卖了 他们自己留了一部分 他们没有说实话 他们就说我全部奉献给教会 其实他只要说实话 很好 可是因为没有说实话 他们两个人就被天使击伤了 那么在以色列人 他们花了数百 我上次讲的就是这个 马拉基书就谈到 以色列人数百年 他们无事向上帝去献祭 不宣告上帝的主权 不感恩不悔改 不供养圣殿祭司 不救几门徒同胞 反而向其他的偶像去献祭 最终几百年之后引发耶和华的愤怒 导致他整个国家被灭 这个民族是国民被褥流亡他乡 大家都知道以色列复国是花了2000多年的时间才复 那么以色列人当中的法利赛人呢 他虽然是按照律法的要求 严格的进行实义奉献 但是他们被耶稣批评 这种奉献是无奈和虚伪的献祭 因为他们是希望通过严格遵守律法 讨上帝的喜欢 得上帝的应许的祝福 同时也是规避上帝给我们的这种惩罚 对吗 所以他们也不是真心安上 所以这么多悲惨的教训就让我们知道 上帝喜悦人是真诚的美好的献祭 上帝非常愤怒那种敷衍的态度 和共误虚假的行事主义的献祭 所有的献祭必须是心甘乐 不能明确 上帝才会使用 因为上帝要通过这个事情来逃造你的心 重要的话要说三遍 他要通过这个事情来逃造你的心 他不是要你这个事本身 而是要通过这个事来逃造你的心 如果这个事能够扭转你的心 就成了 如果这个事不能扭转你的心 做再多遍也没有用 你是做给别人看 没有上帝最清楚你的心思 所以我们看来讲 就是说新约时代的东西 它不是通过律法 它不是通过有约束力的东西来推动 它是通过耶稣 耶稣 使徒 就是那些没有无名的 但是很有信心的信徒 作为好朋友来激励我 自觉地去心甘乐意地去奉献 去帮助 那么过去几次我也讲到了几个很好的案例 对吗 就是一个是耶稣赞扬只捐了两个小钱 但是捐出全部养生的那个我父 使徒保罗赞扬了马其顿教会 在自身经济情况很差的情况下 他奉献金钱给耶路撒冷的圣族 他们也不认识 在耶路撒冷完全是不认识 那么同时他击毙哥林洛教会 就是很有钱的那个教会 他们要凭着信心心甘情愿地去奉献 展开爱的时空间 然后上次也谈到了 那个我前面也说了 那个一百多年前费城的小女孩 他把自己一生积攒下来的 五十七美分零花钱 在他就是他因为八岁就过世了 就是他把自己以前是奉献给教会 最终促成了一个造就了一个教会 一个医院 一个大学 一个蒙恩百年的社区 我上次也提到了 就是说2008年的时候 金恩威之物 我们教会是怎么去买糖的 也是众弟兄姐妹为主尽力奉献的见证 所以从历史到现实 你可以看到很多那种负面的教训 但是你同样可以看到很多积极的正面 给我们带来古武的榜样 这些都是 刚才讲的这些正面都是做好上帝中心的仆人 上帝财富的好管家 上帝财能的好管家 具体爱 那么下面呢 我们要来看 就是说 使徒保罗在关于这个奉献的呼召当中 他激励信徒 你要有个榜样 这个榜样就是耶稣 是吧 因为耶稣为我们舍弃 因为耶稣从富有变贫穷 他就心甘情愿地奉献 因为这是有意的 同时保罗也告诉我们 你奉献 不是为了让你变穷 不是因为 你为了奉献之后 你为了帮助别人之后 让你变得穷苦了的 不是 他并没有这个意思 同时 他又有一个层面 他很赞赏 那些尽心尽力奉献的 那么这就是过去我五讲 花了很多的时间 一点一点一点累积 过来讲完了这个星期 但是我今天想要再晋升 我上次谈到了活记 也有弟兄姐妹在结束之后 问我什么叫活记 我问你什么叫活记 我今天我们就要来谈谈这个问题 因为今天的主题也就叫做 从番旗到活记 对吗 好 我们来看看 就是今天我 今天那个新闻经课 罗马书 所以弟兄们 我们一起读好了 所以弟兄们 我以上帝的思维 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记 是圣洁的 是上帝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失诱 那是基所做的 不要效法和失诱 只要心意更新的变化 让你们三天 和谓上帝的善良 存全和喜悦存意义 好 你会发现 在奉献的教导上 新约的教导 使徒保罗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普遍的 所有人都应该去分 因为这是有意的 也不会让你变穷 而且你要做祝福别人 然后第二个层面说 如果你可以尽心尽力 它是感恩的 它是赞恩的 但也没有说你必须如此 是吧 但是它画风 在另外一个地方 有一个更高的高峰 这不是在哥林多前后书 而是在摩玛书 他谈到这个问题 说他劝 大家记住 是劝 他不是要求 他不是命令 是劝 信徒将自己身体现象 当作活计 那么如果我们说 活计是新约 尤其是使徒保罗所讲的 限期的最高的境界的话呢 那么我们要理解这个活计 就需要理解这个 旧约最高等级的流血的 牺牲的那个死计 就是翻计 也就是说你需要理解 新约的活计 你就需要理解旧约的翻计 翻计是什么呢 翻计就是 你把你所养的 当时是那个 这个训练 对吧 以前也是训练 他要把你养的 最好的牛羊 头生的牛 头生啊 头生的牛羊 而且是没有瑕疵的 把他来到献祭台里边 把罪归到他上面 然后把他宰杀了之后呢 把他全部的烧掉 全部的烧掉 烧成灰烬 你不可以享受一点点 有些人不知道 以为就说 你烧药不是像烤全羊肠 这些牛肉大家就吃了 不挺好吗 很多人都太了解 那有另外几个季呢 它有一部分 它是可以把鸡品 就是说除了献给上帝以外 它是可以吃的 我上次会讲 但是翻计作为 最高形式的季的时候 你就是把你最好的东西 献给上帝 可不是把你一般的 二等品三等品去献给上帝 而且你把最好的东西 献给上帝之后 全部烧掉 没有任何所谓的十一种 这就是翻计 那么我刚才讲了 翻计谁都不可以 哪怕祭司都不可以吃的 必须烧成灰 那对于很多人来说 这就太不值了 对吧 这个牛和羊可以吃的吗 是不是这么好的东西 而且它长大了 它还可以继续生小牛啊 什么的 你干嘛就把它给烧了呢 对 再就是说 把你最好的给别人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 当你们谈恋爱 结婚 有感情的时候 你希望对方 是不是把最好的给你 对吧 你就希望他把那个 他最舍不得的东西给你 对不对 那你说说 我证明你爱我 对不对 是吧 为什么 这个 要去买一个 跟我用不上的钻 钻件啊 是不是 你又不能 又不能 就是挖洞 也不能干嘛 你为什么要买一个 很大的钻件 因为那个钻件很贵 很贵你就会很心疼 也拍不上什么 其实我 我跟你说 这就是人性的理解 因为 迪比尔斯像这种钻石上 是犹太人 就是这个主人嘛 他们特别理解 我相信他们是特别理解 这个约的 和记的这个本质 我就插开一掌 就是说 我的理解 英文一样东西 它看上去毫无作用 但是它代表意义极大 而且极强贵 当你去付出这个代价的时候 就代表你的心到了 心到位 是吧 所以 所以为什么大家 拼命要买一个鸽子蛋呢 就是因为 那个东西又贵 又没有用 它是代表你的心意 这就对了 那其实 陷阱就是这个事情 那也说 你愿不愿意做 你会看上去 完全没有用 代价极其大 但是心意极其到位的东西呢 那就是我们今天在面对 我们做一个基督徒 你愿不愿意做这件事 这是很重要 那你要知道 你 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你要知道 你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大福 他想给你任何的东西 都可以 但是你有没有到位 这个事情是很重要 但是我要反复强大 讲这个时候的时候 我不是在跟你讲成功成员 不是在跟你讲交换 绝对不是 你要知道 所有的感情当中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但凡有点交换的心态 对方不知道吗 你想要交换 对方也跟你玩交换 就是这样 对不对 是不是 就是这样 所以你必须诚心诚意的 你不是带着交换的心态去的 这个很重要 虽然 他会给你做 但是你不要以为 你去 他就要会给你 你想要的主 规定 那么 我们刚才讲了 就是因为耶稣基督 拯救了我们这些罪人 受难死而复活 一次向上帝献上完美的祭之后呢 一切动物的牺牲通通不要 所有动物牺牲不要 那我们现在 要什么呢 那使徒化罗就是 要你 我要 就是上帝说 我要的就是你 对不对 我不要别人 我要的就是你 这个东西 大家在那个爱情剧里面经常会感受到的 对不对 一个人眼睛对着另外一个人 对着说 我要的不是别人 我要的就是你 对不对 我要你跟我走 我就是你 上帝一样 要的就是你 所以他要的是你的全部 好不好啊 那么我们再来 那我想请大家仔细体会一下 他体会一下 这个活祭啊 不是说你什么事情都不干 对不对 这上面没有说 活祭是你什么事情都不用干 你世俗的事情通通都不用干 不是的 没有的 你仔细去体会这两句经文 你就会明白 活祭呢 其实就是上帝要求你 追求自己的圣洁 将自己的一生 完全的奉献给上帝 不与世俗世界去分析 是这样的 就是说 有一句话讲得很好 就是说 我活在这个世界上 但是我不属于这个世界 对吗 那其实还是个身份问题 就像我们很多人 你活在加拿大 但是你没有加拿大的国籍 你不属于它 对吧 你的身份是不属于它 我是可以活在这里 可是我的身份是不属于你这个国籍 对不对 那么 这个本质上是一样的 所以 可能也不一定说是本质 就是可以做一个 不一定很准确的类影 那么 大家会发现 完美无瑕的动物级品 只给上帝 翻级品 那么不跟人分享的 所以 上帝呢 就希望我们把我们的全部的心思意念都交给他 我刚才不是说了那个相爱的比喻吗 圣经里面经常有这个新郎新娘的比喻 就是把上帝比作新娘 就是良人 对吧 然后呢 教会比作新娘 就是新妇 其实上帝跟教会的关系 跟信徒的关系 他是一种 夫妻关系 他是彼此相爱的 是绝对不容其他人参与的 不要你全部的 但是大家想想 你夫妻在一起的时候 也不说我不去上班啊 我天天在一起才叫夫妻吗 我也过 就是我也去正常上班 我也去出差 我也去做我的事情 对不对 也不能说 我只能是锁在家里才能叫夫妻 这不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对吧 就是说 你人全部献上给上帝 不代表你只能天天在教会里面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不要误解 那么刚才我也讲了 就是说 你如果仔细去提会这两句经文 你不会读出 活迹只属于牧师传道人的护照 这是给所有人的 所有信徒的一个护照 所谓 即使一个人的身体和心灵 都在这个 都曾经在这个世界当中 但是他的身心还是可以更新变化的 可以变得不效法世界 不属于世界 人心可以是趋向圣洁的 可以是趋向上帝喜悦的样子 那么用中国一句俗语就叫 身在曹营 心在曼营 你的身是属于世界 你的心是属于世界 我们再仔细去提会这两句经文呢 你会发现 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词字 我觉得这就是圣经它极其奥秘 我们有的词讲就是叫 它叫Paradise 吊诡的一个概念 比如说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词是啥 大家读一下吗 因为你们是侍奉才是你所担人的 这就很难理解了 这个话对我来解读圣经的说非常难理解 前面我们讲奉献它一层一层 对吧 所有人都奉献 奉献是有利的 对你有好处的 奉献不是让你变成的 然后你尽力奉献 甚至把你的养生前奉献 这是很好的 我也很鼓励你们 但是我也不强迫你们 然后我劝你们把自己身体身上当作活计 这是最高的境界 然后话锋一转 这是有利所方案 那就变成了像一个什么 就像父母跟小孩子说 你读书 你考几个是应该的 每个人都应该考几个 你考八九十分 我很高兴 你尽了全力 你考满分 我希望你考满分 然后说了一句 考满分是无所担的 这什么意思呢 这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只是 我只是把这个经文解到说 全然奉献是一个最高境界的话呢 我也可以结束今天的讲道 但是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百思惑得奇迹 我在准备这个讲道 在准备到这段话的时候 是夜深人静 半夜十二点多 到一点钟之前 我就在想 上面这句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理所 做到如此高的境界 有几个人能做到 你竟然说是理所 那大家还要问 是吧 在我苦思冥想的时候 我觉得圣灵还是经常对我说话 让我感动 我想到了两句话 这个时候 蛮有意思的 我给大家看一张图片 这张图片呢 是我去惠斯勒 去惠斯勒仪式的时候 坐了一个缆车 叫Pink to Pink 然后呢 我到了 我到了他的那个 另外一个山的山峰上 那么还要走上去 就是走到山顶上 它有 它就是这么个风景 那里有一个小桥 这不是风对风 那个风对风 可是很长的 需要很大的一个篮球 这只是一个 很小的山顶上的一个小桥 那么这已经到山顶上了 那么因为这是我的电脑桌面 我在写这个讲报告的时候 我就突然看到 这个电脑桌面之后 给我很深的灵感 有两句话 跳到我的脑海里 第一句话 如果你们当年看过 王石做的广告 他有句广告词 叫做 山高人为风 这句话 山高人为风 也就是说 你山在高 只要我仍征服了你 我就是那最高的道路 我把你踩在这里 同样 我想就要另外一种 就是舒适 它是被点的途中 人生失忆 当然它后面还会更失忆 但是它是在 非常大的一次 人生的打击当中 它到了如山 它写了这句话 横看成岭 彻尘尘封 远近高地 各路 只原身在 此山区 为什么这两句话 对我来说 突然之间像圣灵感东西 对我来说很有趣 第一句话 是一个狂飙突进的 经济 充分发达的 人们满怀自信的 充分相信自己的能力 的一个时代 人们相信 人的能力是无限 所有的一切都是可以被人征服的 碾压的 踏在脚下 那是一种人本主义的自豪 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狂妄 山高 人为风 任何的高尚 都把你踩在脚下 是不是 这是达到了人的一种自我的 自我的认同的高点 是 如果你的参照系 是以山为坐标的话 那你的确达到了高点 但是 如果 但是如果 我们刚才讲的 你是一个像舒适这样的一个 当年的顶流文豪 最好的状元 最厉害的 这个官员学者 舒适 他被贬之后 他的那种 重新的自我认识 他就没有这种豪迈 他就说 我只原生在此山中 我认识到 我自己只是 这群山当中的 一个小点 我看山 可能是这样 可能是这样 因为我只是在它当中 那么大家如果作为基督徒 大家再想一想 你的参照系是什么 你的参照系是上帝 是创造万物的上帝 我不要说宇宙 地球在宇宙当中 是一里尘埃中的尘埃 那我们就大家就站在 你就算站在喜马拉雅山顶 你离 那个 我们不要讲 太空 你离平流城 还有 就是 喜马拉雅山 还要翻好几个跟头 大家知道平流城的高度是多少 十公里 离地面十公里 也就是说 喜马拉雅山 它不过是八千多米吧 对不对 那它上面还得要再加上了两千多公里 两千多米才能达到平流城 所以太遥远了 人太遥远了 所以我当时在 我就看到这张照片 我就想到 天哪 是啊 如果我以人本主义的角度来看 我做到最好 我可以爬上世界上最高峰 我可以骄傲 但是我从上帝的角度上来讲 我即使爬到世界的最高峰 无非是上帝的两个造物的偶然短暂相遇 一个是人 是上帝的造物 受造物 还有一个就是神 你可以一直待在山顶上 所有上了喜马拉雅山 注重拉巴风的人 很快就下了 因为你在那里 待不过十分钟 你就得下 否则你就死在上面 对不对 所以你即使是征服它 也是极其短暂 然后 无数的征服它的人 喜马拉雅山还在 他们早就不知道到哪去 是不是 他们没有征服之前 喜马拉雅山已经在了 他们征服过很多年时候 喜马拉雅山还在 所以人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渺小 你要知道谁是真正的主 谁是真正的创造主 所以 那 我讲了这么多 为什么 怎么跟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 理所当然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 理所当然有关系 大家想一想 一个人 像使徒宝珀这些人 就是伟大的使徒 如果他能够做到一身奉献 他全然奉献 一身作为一个活计 大家想一想 在人类 你以登山界来比较吧 他是不是登上出 马拉雅风的人 对吧 是不是 他可以骄傲 他可以说 我是全人类当中 奉献的最到位的人 能够达到奉献最高境界的人 但是 恰恰是使徒保罗知道 他一个人能够达到的极限的最高境界 跟上帝给我们的付出代价 那种标准 那是天差地 所以我理解他 最后才说这句话 你们这样做 是你所谓 也就是说 我们所有在座的弟兄姐妹 我们此生 竭尽全力 也许我们真的做到了 全然奉献 当作活计 但是在上帝眼中 那是你所谓 那是你所谓 因为我们离上帝的标准太小 他给我们的只是一个非常小的目标 是吧 就像有的人说 来个小目标 先来一个一 是吧 所以说 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 你即使在生命当中 你全然的奉献 在上帝那里 你也只是完成了一个小目标 但是即使这个小目标 对我们来说 也够对 那最后呢 我要回到 我第三讲的时候 我特别感动的一段信息 就是说 我们讲了那么多敬拜的态度 到底是什么 这幅画 这一段 这两个诗句 这两句话 和我刚才所体会到这些东西 又把我带回了第三讲当中 讲到的关于心灵和 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 那段经文的深度的分析当中去 我觉得上帝很奥谬 就是兜了一大圈 把我带到的那个 装的一个原点当中 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什么到底 什么叫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 我在第三讲 花了很多的时间 去对他的进入本本分析 对不对 师母今天也在 是吧 师母经常就讲我 你词不答应 你用词不准确 经常这样 然后呢 所以我 我每次在重要的经文当中 我都是跟大家 严格严谨的 要探讨他原本 要表达的真正的影响 否则的话 我们会措施他重要的形式 我们来看看 那个话是怎么说的 就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 在我今天发的祷告的 早上的诚导的信息里面 我把上一次的那个原文 就是这个最新的翻译文里面 就是叫 借着圣灵 按着真理去尽拜 那我上一次 有把这个话 就是说 完整地划开 就是说 如果你把 这句话 很奥妙的话 你把它 所有的意思 全部划开 那这是我的理解 我还要再强调 这是我的神学理解 不一定是准确的 但是我尽可能地 把我现在有限的 这个神学认识 我跟大家来分享 如果你觉得 有意义的话 你也不用说 你一定要相信这个 但是我是把我的思考 带给大家 就是说 上帝是三位一体的灵 我们作为一个敬拜者 我们要借赖耶稣基督和圣灵 借赖耶稣的教导 圣灵末世的这个真理 在基督里 在圣灵里去敬拜 用刚才登山的这个比喻 来想一想 你想一想 你能够登山 你本身就是靠上帝 所赐给你的这个身体 去登山 还有空气 还有一切的外在这个东西 帮助你去登山 你登上最高的风 也是上帝所创造的 所以 你没有什么东西 你是可以逃脱上帝 或者你是高于上帝的 你都只是在他里面 借着他的力量 去完成了一个 你以为搞定的事情 而这样的时候呢 你才会真正的谦卑下来 你即使站在最高的风 你即使完成 人类最大的伟业 你都会很谦卑的手 就像当年阿姆斯壮登月的时候说 这是我的一小步 这是人类的一大步 对吗 但是人类的一大步 在上帝看来 也是极其微小的 那么 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圣餐崇拜的时候 有句话非常好的把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把它解读了出来 也叫借着基督 协同基督 在基督里 与圣灵而为一 愿一切荣耀 都与全能的福 知道吗 大家有看到吗 所有的敬拜 最终的指向 是上帝 三位一体上帝的 全然的主权 荣耀 然后我们是要借着他 跟着他 在他里面 去走这一条信仰的路 而不是说 我做给你看 就靠我自己去做 所以弟兄姐妹 你要好好地敬拜 你要真实地敬拜 你要真的去奉献的时候 你必须祷告 借着圣灵 不要靠自己的虚奇去做 这是做成的 当然这个 一切都是非常 今天讲的所有的内容 都相对来说 是比较抽象的 因为我们把过去 如讲的内容 抽象地去把它讲出来 请大家原谅 我们有办法 太过于生怒 活泼地把这些 来解释出来 给受限于我们的水平 那么我想最后呢 还是回到我们 原初的原点 就是讲到 两个上帝 耶稣讲的 两个孩子的比喻 对吧 那么这个比喻 其实可以帮我们 把这个抽象的内容 理解一下 比如说 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就是父母与孩子的关系 孩子在他的成长当中 他需要父母的爱 也需要父母各种具体的教育 对吧 我们需要这个具体的教育 所以什么叫 在耶稣里边 借着耶稣呢 也就是说 就像我们孩子 我们是要在父母的家中 借着父母的管教成长 大家能理解这件事情吗 其实敬拜也是一样 我作为一个敬拜者 我需要承认我的父母 对我的主权 我需要在这个家中 生活在这个家中 然后我是要接受父母的管教 然后我可以成长 所以 其实敬拜的外在表象 很多 奉献你的才华 奉献你的金钱 做很多的事情 或者教会 参加教会的活动 各种各样的事情 实际上 这一切都是外向 最本质的 敬拜的最高境界 就是上帝要我们 从这个被罪污染的 充满苦涂的世界当中 回到温暖的父亲的家中 从一个浪子 从一个打工者的 错误的身份 回到自己一个 真实美好的身份当中去 回到上帝的选民 上帝儿女的 这样的一个身份当中去 我们也不可能 靠自己的力量 实现这种悔改 很回归的 我们肯定是要借着 圣父圣子圣灵的力量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血 因信称义地回去 也只有领悟到这个境界 我们才会自觉地承认 三位一起的上帝儿 是足 是配合我们尊荣的 是我们需要寻求 悔改设罪的对象 我们也可能 也才可能 走回 走在这条信心之路上 也才可能 走在这条回家之路上 愿上帝帮助我们 大家请 请 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 使出如此 现今如此 后来力如此 永无穷尽 阿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